20天过后1989年5月 小虎队正式发行的第一张专辑《逍遥游》 迅速地冲上各大排行榜的冠军 短短5天之内 销售量逼近了20万张 跟着我们一起逍遥 跟着我们一起飞翔 说出你的情话 别怪我地道 这里只有你的爱 机车厂商因为它有 大概20周年的一个活动 那是各地有各地的经销商 回馈经销商要做一些 要想一些方案 那我们公司那个时候提的就是 用一个货柜车小虎队来做主要的代言 那同时搭配他们也有一个新的机车产品 所以就做了一首广告歌 1989年5月6号 小虎队开始展开了全台巡回20场的演唱会 不收门票 结果场场爆满万点专动 尽管主办单位喊出了重纪律 还有守秩序的口号 不过还是出现了疯狂的脱续行为 我们那时候去办那个货柜的演唱会 第一场在凯中 只有是一个很空旷的一个 一个屏地 然后一台就是搭了舞台 就是准备小虎队里面要上场 就隔了寒院的那个大概 两百公尺就是有一条街 其实大概是一个巷子 那停了车 结果这一天演唱会办完之后 那个有两百公尺的那个 那一排车的车顶 好 因为人太多了 你要是站在那个车顶上看 那个系列是亮哥去主持的 我记得那个时候还蛮恐怖 因为很多粉丝是很疯狂的 就有一次就有人拿那个 好像是BB弹还是小 反正就小钢猪那种那种枪 就射 好像有射到酥油棚 小舞队成名之后 经常和师姐幽欢派对 一块上节目打歌 当时吴奇隆和欢欢 还传出了绯闻 结果引来粉丝的吃醋 竟然有人在一次的 公开表演当中 拿了棍棒 就将欢欢给打伤了 实际上真正是跟 悠悠了蔡雨伦讲 那所以有一次在一个 大型的活动上 那幽欢派对跟小火队 一起出席 那那个粉丝呢 大概一时之间误会 不弄不清楚 就误打了欢欢 以为说欢欢是 吴奇隆的情人这样 女朋友这样 就误伤了欢欢 那欢欢那时候眼睛的受伤 还差一点 有失明之余这样 所幸后来无事 相安无事这样 吴奇隆真的长得很帅 优欢派对啊 包括徐沃轩啊 也是同公司的 都跟他有过备闻 那当然在那个年代里面 要求就是形象专正 然后要清新 当烦恼越来越多 玻璃弹珠越来越少 我知道我已慢慢地长大了 红色的蜻蜓 曾几何时 也在我岁月慢慢不见了 小五队在1989年爆红 有媒体把这一年的风为是 辉煌虎年 两年之内发行了三张的专辑 台湾的累积销售量 高达了120万张 而在对岸小虎队 也受到相当的欢迎 1990年底 逍遥有这张专辑 只凭着MV的宣传 短短的一个月 内地定活量高达了400万张 三个未满20岁的大男孩 出场爆红的滋味 但是在精进公司严格管教之下 小虎队不曾传出 大牌难搞的传闻 虽然他们年纪跟我们差不多 可是我觉得他们在那个时候 明跟力所带来的东西 没有让他们冲昏头 也没有让他们得到 所谓的大头症 当然我觉得有很多的原因 比如说我们那个时候公司 有一个叫成哥的人 很凶 我觉得他的这种魔鬼的纪律 有帮助到小虎队 苗秀丽是很成功的经纪人 她也带过很多的歌手 所以她的教法很严格 那小虎队进来之后呢 以前开裂有个地下室 一楼是办公室 地下室是排练是练舞啊什么 然后他们就 因为他们还要练书 真的是下课就来 然后就是练舞 也不能让他们有任何 大牌这种感觉 管得很严格 她那个时候是有 不但有上课什么的 就是没有经过同意 对对不能随便接受访问 不能什么的 就是公司保护得非常非常好 小虎队形象始终保持良好 甚至有家长朋友 也希望自己的孩子 在追星之余 能够学到偶像 机会唱个套舞 也会用功念书的长处 小虎队在当年 带起了一股特别的偶像风潮 也创造出难以估计的市场价值 整个业界所创造的产值 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可以办演唱会 可以卖周边商品 然后可以出路以待 好 那那个时候对于很多 作的唱片公司来讲 这都是一个全新的经验 因为以前做唱片公司 就是做唱片公司嘛 可是后来发现 哎 哦 日本人还蛮会经营的 哦 演唱会 可以出周边商品哦 那办完演唱会之后 哎 再出个录影带啊 就可以一一捞再捞这样子 所以那个时候 我想对整个唱片圈来讲 都是一个震撼 就是原来一个成功的偶像 他的产值是这么高的